对于我来说 故宫长城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而你们是一群新朋友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快乐就是 带着你的新朋友去拜访一个老朋友 我是窦女年 我是北京京旗文化的联合创始人 2018年的时候 当时文化和旅游部 授予了我国家金牌导游的称号 那我们从2021年开始 就围绕北京城市文化的这种探访线路 用自行车的方式 带领大家来发现北京城市的美 我们今天中轴线这个状态 我们其实给它定义叫活态遗产 它和过去的固态遗产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我们宾马俑长城 它都叫固态遗产 包括故宫 就是我们生产制造它的这个朝代 结束了 那它再往下延续 它只是一个景点或者是一博物馆 而中轴线不一样 今天仍然和北京 我们上百万市民发生的交互关系 对吧 我们的工作成天就走着这条轴线上 这活态遗产概念的提出 我们能继承得了固态遗产 留下的历史 并且我们今天正在续写历史 这个很美大 我们今天还在这个上面 在做文章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提出了一种中国范式 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第一次呈现到世界 北京中轴线从永利门开始 一直到中国楼结束 它全长直线距离是7.8公里 大家骑着车戴着耳机 那我们的讲解老师就会给你讲周边的东西是什么 是在一种一步幻景当中完成这个讲解 那围绕我们这条中轴线 我们有七个停住点 这个停住点呢 主要是想让大家在骑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点累了 你可以打个岔下来走走 切换一下节奏 我觉得这个是这条产品特别核心的地方 也使得我们在三年的这个运营过程当中 投诉率做到零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就大家骑完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满意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人是生活在胡同里边 我们从元一直到明星 就是继承了700多年 那这种胡同的这种生活状态 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其实也是外国人他们非常关心的 因为很多信息的不对等 有些外国人到中国 他还会觉得 你们是不是住不起楼房 或者说是条件很差 是吧 那当时我们带大家去胡同 他们就会很惊讶 尤其是我们到三里河那个区 真的非常漂亮 他们会说今天还有人住在这吗 我说对 今天还有人住在这 我说我们中国人过去讲究 这个我们面前都有一条水弯弯的过来 是吧 然后在这个里边 我们有各种我们的养着鱼鸭 养着鸭子 然后还有芦苇这个地方 我说其实我们是讲的人与自然的一种工生关系 20年前来华旅游的用户 基本上都是退休的老人 年轻人非常少 当时我们做过一个撤算 可能在2008年之前 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客人 这个自由行 可能是跟团游要占到70% 自由行是30% 那随着这奥运会以后 五五开 然后慢慢慢慢 现在这跟团游的人 相对于来少 然后自由行的人多 尤其是今年特别明显 因为我们144和这免签政策以后 很多外国的年轻人 他们更容易的进入到中国 那当我们接触到年轻人 他们所关心的一些点 千奇百怪 我觉得年轻人关注的点 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产品经理人 再去做一个research的那么一个东西 你看他们有专门来这看音乐会的 这个在过去是根本你想不到的嘛 对吧 然后他们有的专门去这个 为了一个非遗的一个东西 去要找一个老师的 其中有一个好汉 他是澳大利亚人 这个哥们呢 他当时就去我们的这个药店 他愿意看那些小抽屉 上面写着比如说枸杞啊 灵芝啊 车前草啊 罗汉果呀 他喜欢看这些东西 他说我是怀着一颗这种朝圣的心理 因为中医的根在中国 所以他想去看看老姚店是什么样子 中医座堂怎么样 我是从2001年大学毕业以后 就一直在咱们这个文旅行业工作 那今年的应该是第24年了 我们的外语语种是 首先我是英语 然后我们有日语 西班牙语 法语和德语 这五个语种 经常很多外宾都会问我 说这位你故宫去了上千次 长城爬了上千次 会不会厌倦啊 或者觉得烦 我说不会 他们就说为什么 你不会为了取悦我们 故意这么说 我说真的不是 我首先对于我来说 故宫长城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而你们是一群新朋友 我觉得人生当中最大的快乐 就是带着你的新朋友 去拜访一个老朋友 去分享你生活当中最valuable的瞬间 其实生活的美好很简单 就是在于一种分享 和爱你和你爱的人 分享你爱的事